我们就觉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三十卡卡 让你的人生不卡卡 我是姜天 我是陈远倩 姜哥 我其实最近发现 台灣人其實真的好愛買保險 怎麼說 2017年 竟然每個人平均保費 達到151750元 而且每個人還有2.5張 以上的壽險保單 2.5張我覺得算客氣吧 客氣嗎 對 我自己一個人都超過5張 我們全家加起來10多張 這麼多張 天啊 好啦 其實我不知道我自己有多少保單 因為我就是標準 爸媽買 你是主意這樣 爸媽被動啃老鼠這種對不對 對 我是 而且其實媽媽也說 叫我自己不要亂買 因為外面的花樣實在是太多了 其實每一種保險 有不同的理賠的標的 或者金額 或是方式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讓大家 一起來了解一下 到底保險要怎麼買 不過我身為老師最喜歡考試 我先來請大家試試看 目前我們保險迷思 來一個隨堂考 第一個迷思 我想問大家 好 保險好燒錢乾脆不要買 對不對 錯啊 你看 只有你 只有你 我真的很討厭接那個就是 保險推銷電話 我一定掛 然後你就掛掉 對 就掛掉 然後你就沒有買 來 我們請我們來賓告訴你 為什麼這個觀念是錯的 為什麼 文燕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 我本身最近剛好出了一個 車禍的一片愛情 他是一個20歲的小弟弟 他也是他又買第三人責任的錢 跟別人不小心插撞到 是 結果那個人受傷 整個家住院 家不能上班 你知道他離北京總共多少嗎 是摩托車 摩托車撞到 撞到 撞到旁邊的 他違規紅燈右轉 撞到隔壁的車子 結果那個人就受傷 那其實蠻嚴重的 在家裡休息了快兩個月 好多啊 很久吧 因為他不能上班 所以其實他 很多人都會忽略掉 沒有買第三人責任險 是 對 他就 這時候 對方喊了一個精神賠償金 你知道喊多少嗎 來 給你猜 你這個不買保險的 你猜來看 如果真的要喊100 好 插傷喊100萬 那真的太快了 插傷喊 插傷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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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精神 沒有概念的 插傷喊100萬 那50好了 你有騎摩托車嗎 我有騎摩托車 所以這對我來講很重要 好啦 我認真猜那20 一開始對方是喊20 真的沒錯 那其實總共最後 因為我們會去談嘛 那其實最後賠給對方12萬 12萬 你看對一個20歲的年輕小弟弟 他要打工打多久 才可以還完這筆錢 對啊 基本工資140 真的 而且不要這樣講 我們小資女這12萬是一筆錢 對 好幾個月的薪稅 對 也是好幾個月的薪稅 所以說真的是要買 真的要買 因為它其實不貴 才1000塊而已 對啊 不過這裡面有人舉差 我覺得 你看起來好像也不太會買保險的 但是因為我是受益人 所以我了解這個 受益人 就是把人家買保險 然後把人家買保險 然後把人家快去做成 然後牽自己的名字 不是那個啊 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受了一個傷 打球受傷 然後就是我現在 這邊還看得到我那個疤 對 傷疤 前十字任代的斷裂 對 那個時候呢 你知道自己 雖然有打工 但是薪水不多 然後爸媽那時候也其實很辛苦 因為還在照顧我跟弟弟 所以那時候一住院 因為它是那時候開個蠻大的刀的 我住院也是住了兩個禮拜 然後後來也是一樣休養了兩個多月 其實那陣子我等於就是一個 沒有收藥 就是 就是 然後再加上 生病的人啊 不能講免蟲 但是同時是那時候住院的時候 媽媽陪著我 然後如果是住醫療 健保的那種病房的話 其實有點吵 那我怕媽媽這樣會很累 所以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們看看能不能弄到 就是單人的病房 但那個單人病房的費用就高很多 對 對 但是還好媽媽在以前 就有幫我買過這樣子的醫療險 也算是十支十付的這樣子的類型 所以我那兩個禮拜 就是其實住在那個地方很舒服 然後也這麼多不用擔心 因為全部都有保險給付了 然後除了這樣以外 回來還有多存了一點點錢 所以你是標準的受益 對 真的是受益 所以我會知道說 你平常聽起來覺得 我根本沒用到 這麼多年來買 但沒用到 我們用到的時候 你就真的知道它很有用 對 那我就要請燕麗姐幫忙 說幾句重要的話 重話 因為大家都覺得好燒錢 乾脆不要買 你覺得要怎麼樣 一定要買 那大家就說 每個族群的狀況不太一樣 可是簡單來說 就我周遭這個接觸到的客戶 或者是一般民眾 有錢人買保單 他可能是為了節稅 或者是做一些家族的一些理財 那如果說你是 因為我們保險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你買了一個保單 可以去預防未知的風險 就是叫做保險對不對 那其實意外真的很多 那我剛剛提到說 像是頂客族 我自己沒有小孩 那我就會想說 萬一我發生了什麼的意外狀況 或者是生病了 誰來照顧我 所以呢 什麼終身醫療鞋 我大概工作 畢業幾年 我就買了終身醫療鞋 然後明年就要繳完了 20年就要繳完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滿輕鬆的 你繳完之後呢 我到老 我預估我至少可以活到90歲 所以到老呢 如果你的預估是合理的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平均 餘命大概就是差不多 女生大概是82 對 883歲左右 然後像我前幾天參加 就是喝喜酒 那我就聽到 我另外一個親戚 因為他不幸出了車禍 然後把前面這一排的門牙 全部都撞壞了 那我就很擔心 我就問他說 阿姨 那你這樣花多少錢 他就跟我說 燕麗 你不用擔心 要還到因為保險會給付 我想說 奇怪 牙齒撞斷了 而且還要直牙 一般來說直牙是不給付的 對 那我就跟我阿姨說 可是像我自己直牙 我都沒有保險都不給付 然後阿姨就說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他是出了車禍 然後牙齒撞斷 那醫生願意幫他開 這樣的一個診斷的證明 表示說 他是因為意外 所以呢 這個保險公司願意給付 那5 6顆牙很嚇人 這樣一筆花下來 大概是少六七十萬耶 真的 可以擺一台跑車在嘴巴裡 很厲害 擺跑車放裡面 所以聽到了沒有 所以第一個只有你答錯 好 我們來試看第二題 這一題真的對我太有幫助了 迷之二 保險有買就好 買一張底鐘聲 對 還錯 這次你跟著的還不錯 有 因為我聽了 對啊 因為聽了一輪 好像不是只有一張就可以解決了 好像會叫你 對 好啦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在20年前 其實大家都會有 開始有在買保險 大家都很重視住院 因為其實就可以住越久 領越多嘛 像以前大腸西樓 各個大腸西樓 可能要住3到5天 所以拼人命都想住到醫院裡面 可是現在大腸西樓 當天就可以出來 其實20年後 其實醫療法 技術也進步了很多 像很多要住院手術 都改成門診手術 當天可以出來 那就好比一件衣服 20年前流行的 跟現在流行一定不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定期去檢視 我們現在買的保單 以前買的保單 跟現在買的保單 有沒有什麼不同 要隨時更新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都會 3年到5年就更新一次 3到5年 對 差不多 差不多嗎 差不多3到5年 3到5年 那很頻繁 我很多保單好像都更新 對啊 可是這樣子 那個期怎麼算 對啊 不是有些就買終身了嗎 應該是說現在保險出了越來越多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文明病 越來越多 很多我們都沒聽過的病 像是什麼 所以其實像有一些 你剛剛以前我們早期 那有聽過什麼肺腺癌 或者是胰臟癌 這種疾病其實在這兩三年 越來越多 那癌症險其實現在標靶的藥物很貴 其實我也好多長 好 那我問啊 你有嗎 你有update嗎 3 5年 沒有 沒有 所以你今天來這邊 對 我認真的要了解一下 請問你為什麼你打X 因為我這個人 我雖然對於保險 我沒有什麼在做功課 但是我會認為說 可能是剛剛一樣的那件事件 因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媽媽買的那個醫療險 我有幾個朋友 現在也在做保險業務 所以後來有時候無聊 聊一聊之後我會發現說 一樣是醫療險 好 隨便講就是癌症好了 以前那張單子拿出來 它的癌症可能就很單純 就是保一個 一個定額 但現在它會列得很細 所以你不用說 一定要達到什麼條件 你才能去給付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想 這樣子的話好像 就算是同性質的東西 但是因為日新月異 所以你應該還是要去了解 然後就算是完全一樣 但是我覺得多買也是OK 而且它有些東西 可以雙重保障 你可以 兩邊都可以去申請 那個理賠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多買 應該可以多買 所以你的答案是用柴車 就對了 那業力一定不是對不對 我一定是有所本的嘛 不過我想比較多人會問說 可是我的 就像剛剛前一題 我們是講小資助 我可能就有能力只能買一張 那我怎麼不能只買一張就好 底終身啊 如果說你的預算比較少 那確實你當下 那一年你就買一張 可是我們人總是要有點志氣 我們一定會升官加薪對不對 三年後 五年後 我們的薪水一定是三成五成這樣 要打出我 人總是要有志氣對不對 那所以呢 隨著我們未來升官加薪 然後我們也建立了家庭 然後也生了小孩 其實你對保單的需求 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剛剛兩位專家 講得很好 我們大概平均三到五年 你就要檢視一下你自己的保單 是不是也符合你現況 還有就是現在社會變遷 或者是科技醫療進步的 這樣的一個需求 我舉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剛剛說其實我很年輕的時候 就買了一張中生醫療寫 可是他就像剛剛兩位講的 我那張中生醫療寫 他是住院育兒型的 那如果住院的話 一天有三千多塊 當時就覺得 哇 三千多塊好棒 最好每一次 最好每一次生病都住院十天以上 對 可是其實後來每次生病 我覺得運氣都很好 因為科技在進步啊 我都不用住院 每一次都是微創手術 他就說 醫生說你可以回家了 你可以回家了 你可以回家了 你知道現在病床不夠 你可以回家了 那我們就乖乖回家 所以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微創手術 這麼盛行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我原來的保單就不夠用了 所以我就加碼了十肢十膚 也就是說很多的門診的手術 是十肢十膚他才能夠處理的 所以為什麼剛剛不停強調 就是你要隨著科技醫療的變化 還有這個時代變遷 然後疾病的一些轉變 你要去審視你的保單 我覺得這件事情蠻重要的 對 袁謙妳很厲害 這題被妳蒙對了 真的蒙對了 我們來看下一題 我們來看下一題 迷思三 醫療險終身比定期更划算有保障 這挺難 妳會不會連這兩個字都不太懂 終身跟定期 終身應該就算買一輩子吧 好 終身買一輩子 就買一個時間 對 然後 所以妳覺得 好 來 請大家舉牌 妳不要考慮快點 妳覺得 終身比 好 請大家舉牌 我看一下 我要 我想比中間 我要比中間 中間 對 這集出現得很好 中間 中間 看起來專業的都比中間 但是兩個沒有很專業的 比圈 我還先問一下比圈的 你怎麼看 我會覺得 因為這個終身 他通常是譬如說20年 繳完之後後面就不用再繳 但他保障就是終身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不是很划算嗎 我只要繳一定的費用 然後我這個醫療險 我就是一輩子都可以保障 就是我只要繳一陣子就好 對啊 繳個20年 20年對我來講好長 因為譬如說 這10年做的工作性質 然後再下一個10年 你也許人生有不一樣的規劃 你前面是在做辦公桌的 那你後面20年是在馬戲團 跳活拳 對啊 搞不好 所以風險變高了 所以變成不一樣 對 對我來講20年好長 所以不一定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專家 我們先從驗力好了 來 專家 其實就是說如果你預算夠 當然是買終身會比較方便 然後也會比較有效率 因為你就花一次錢 然後就是請專家幫你想一次 你到底是要買哪個適合的 終身型的一個產品 可是如果你預算不是那麼多 或者是你對你自己掌控 未來風險的能力很強 對 也就是說你覺得自己 不太會生病 然後我賺很多 萬一真的要住院的話 也不需要保險的保障 我都會負責 我都會負責 那你就不需要買到 終身的一個產品 那這時候你買定期的產品 不管是定期壽險 或者是定期醫療險 它的保費確實是比較低 它比如說定期壽險的話 它大概就是 終身壽險的一成 可是因為就是定期 一成 對 一成 一成到15%左右 大部分是一成 少很多 可是它就是 那期限呢 期限就是一年嘛 一年貨之後 你還要再重新繳費 對 所以就是其實 每個產品的類型 跟適合的需求的對象 是不太一樣的 那所以我才說 這一題我會保持 比較中立的原因在這邊 可是像我剛剛講 我自己是很年輕的時候 我就把終身醫療險 然後終身瘦險 我都有買期了 可是像我另外一個好朋友 侯昌明 侯大哥 他是保險系的 我剛才在跟這次人聊天 保險系 他不買保險產品 所以我眼睛的 第一張保單就是儲蓄險 我那時候薪水一個月 比薪加稿費加才是5萬塊 他幫我規劃的儲蓄險是 其實我還是建議大家 就是如果要儲蓄險的話 就是 考量一下自己的經濟能力 儲蓄險期它是安全 那如果他要達到 比定存好的狀況下的話 其實放月就越好 對… 因為我就是個 人家就是除社會到現在 其實之前真的沒這麼出去 所以我覺得民體以後 除了選一天用個付約就是 教女朋友寫的 可是像我另外一個好朋友 侯昌明 侯大哥 他是保險系的 我剛才在跟這次人聊天 他保險系的 他不買保險產品 他一直到去年 我講真的 他一直到去年才買了 人參第一張的 定期壽險跟定期的醫療險 因為他覺得他已經50好期了 然後都沒有買到 這些保險商品 他也覺得好像怪怪的 因為畢竟要 心安 不如老年 沒有他們一個 不如中年 中壯年 所以他也開始買了 這樣的一個產品 可是因為 如果說50幾歲 60幾歲 才買所謂中生的話 我不知道 也許待會兩位專家 可以補充一下 不僅是貴 那可能有些保險公司就是 不可能 往上跳嘛 對 那所以他就覺得 買定期的商品 對他來說比較適合 不過剛才聽葉莉講 我就想到一點 因為買定期是 你在什麼狀況之下買定期 如果中間你定期結束之後 你開始生病了 你要再買下一個 難度會不會就高了 所以這個是問題 因為你不曉得 你什麼時候生病 或什麼時候出狀況 會不會是這樣子 威尼 有可能 我直接講這一題好了 這題其實我答案是中立的 因為我覺得我不會把 定期跟中生用 划算這件事來做比較 譬如定期嫌有分 十支十付和一般的住院嫌 保費真的很便宜 可是它的好處是在 好處是在它的雜費 比如說剛剛有一些住院的一些 剛剛兩位來賓有說 住院一些雜費 或者是我一些開到的一些 手術費 不夠的部分 它可以加強補利益 所以其實我不會用划算 這件事來做比較 就看起來要隨時更新 這跟那個軟體很像 每一年都要 幾年都要更新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下一題 迷思四 儲蓄險幫你存錢又保險 是單純安全的好商品 我覺得這題應該答案很簡單吧 你覺得 你是打差 打差 那你們呢 圈 我還是比較中立 我打圈 圈 中立 這時候有專業人士 有不一樣的想法了 我要先問一下 好 我要講為什麼要打圈 等一下 會不會你講完他們 都全部翻了 我先問那個中立的好了 來 文彥 儲蓄險其實就是一個 沒有風險的商品 就存多少錢就可以拿回來多少 其實大家會怕的是說 我今天入不敷出 我當初可能一個月可以存五千塊 因為一些工作上的變故 可能變到三千 甚至說我今天 對 最常見的 我身邊有年輕人是這樣 對 交女朋友了 真的 花費就不一樣 就沒有辦法 付儲蓄險了 生活改變了對不對 生活改變 女朋友的花費就花掉了 真的 然後怎麼辦 所以他就繳不出來 他就可能讓保單停校 或者變成失效 或者只能提前解約 簡而繳輕 對 可是我們都知道做這些動作 都是對客戶比較不利的 對 所以他其實說準 他沒有什麼風險 只是當初我們在 規劃這個儲蓄險的時候 應該衡量我們自己未來 可能會遇到什麼事情嗎 會不會交女朋友 會不會交女朋友 所以這個 單純安全 就是你要很單純安全 都沒有任何生活上的變化 你才可以買是不是 月婷姐 我覺得還是回歸到 我們節目一開始講的 每個客戶的需求 還有條件跟狀況 是不一樣的 那比如說像我自己 一踏出社會的時候 我同學是保險的經紀人 他就賣了我第一張的儲蓄險 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張保單 就是儲蓄險 那時候他是幫我規劃 20年期的產品 坦白說那是保險 保單我都不太懂 然後他很要求 我那時候一個月薪水 我那時候一個月薪水 不會 我講過他恩賜 但是我那時候薪水一個月 比薪加稿費加起來是五萬塊 他幫我規劃的儲蓄顯示 一個月要找兩萬多 我那時候就發現 太誇張了 對 他的理由是 我幫你強迫儲蓄 然後五到幾歲到幾歲 你可以領多少多少錢 很多人都被強迫儲蓄 這四個字 對 掐著 然後就被吸引說可以 對 那其實我大概繳了半年之後 我發現說 其實我同學他是善意的 他是出於一片這個善心 對 幫我 你是平常有在花錢嗎 你是平常有揮霍嗎 沒有... 他只是覺得說 就是幫助我去強迫儲蓄 趕快撐到人生第一桶金這樣子 可是我發現有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迷思就是 我自己還滿會投資理財的 那我覺得我去做其他的一些 基金跟股票 獲利更高 就是我覺得錢卡在那邊有點可惜 就是一買買20年 錢卡在那邊很可惜 所以後來我就主要打電話 跟我同學說 那我可以減額較輕嗎 我的同學就說沒有問題 就後來我記得前幾年 因為到20年了嘛 起買了 就那筆錢還推還給我 我還滿開心的 那只是說他完全沒有 對抗通膨的能力 因為當年繳的錢 當年繳了... 對 當年繳了十幾萬 現在還是十幾萬 可是呢我們的物價都 已經完全全飛漲的一個情況 那請同學我再用一分鐘 我一定要講這個故事 那個我常錄某一個 一線主持人的節目 女主持人的節目 然後那個節目的製作人 他有一天就跟我說 燕姐你看我這個 除去剪到期了 好爛喔 我買的是六年期 他說好爛喔 淘寶率才3% 好爛喔 我就跟他說製作人 大製作人 不是這樣喔 你想想 你去年買股票賺多少錢 他想要知道他頭就低下來 他說對啊 其實追高殺地也沒什麼賺到錢 甚至還賠錢的一個情況 所以除去鮮 他不明示意他的功能 就是幫你把錢除去下來 所以你不要想說 你買這個除去鮮 一年可以賺10幾% 20% 不對嘛 每個商品他的功能 跟定義就是不一樣的 他不是讓你去賺大錢的 是讓你保護你 至少有一定的除去 對 所以你認同 我就把它當 大支的豬公 好大支的豬公 對 因為我就是個 人家就是出社會到現在 其實之前真的沒什麼儲蓄 是 你原因類似剛剛老師說的那樣 所以我覺得你明記以後 儲蓄權可以用一個賦約就是 交女朋友寫 對 對 有這個意外 就是不能交一個女朋友 不能交兩個女朋友 不能交三個女朋友寫 聽一個交接 但是 對我來說 目前我也是六年期這樣子 是目前這樣看在那邊 至少自己會知道說 我現在平常 開始比較懂理財之後 我會知道我幾年後 不管怎麼樣有一筆錢在那邊 對 而且後來也是保險的朋友跟我說 雖然我不建議不推薦這件事情 但是他至少有一個 保單貸款的一個功能 就是假如你真的急需什麼狀態 他還是有一個產值 你看有一個專有名詞出來 保單貸款 你為什麼打差 我打 我其實拒絕過儲蓄很多次 然後還就是朋友跟朋友推銷 因為第一個 我必須要付房租 那其實房租他在這幾年的變動 還是一直在網上講 那我也不知道 我搬到下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的房租會講什麼樣子 所以如果我有一定的金額 被吸走了的話 其實未來我很難算 我為什麼選是安全 因為他當題目是問 我是不是安全又單純 我說是 他真的是安全又單純 像文藝的狀況 就是非常適合這個商品 因為我要講 他是一個強迫儲蓄 真的是強迫儲蓄 他真的安全 那可是他有沒有一些地雷 要大家要注意的 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雖然我打圈 因為他是安全 但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提早解約的問題 因為我曾經有幫一個客戶 他規劃其實也是小資族 他告訴我他一年 他可以不動的錢 大概有十萬塊 因為其實我還是建議大家 就是如果要存儲蓄錢的話 就是考量一下自己的經濟能力 如果這筆錢是閒置我不動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我也搞不清楚 怎麼投資理財的客戶 最適合這種商品 就是說我幫他規劃 一年存十萬 可是存了兩年以後 到第三年他跟我說 家裡發生一些事 我繳不出來了 所以那時候他跟我說 他可不可以解約 提早解約 解約費成本很高 解約費用率非常高 所以其實寧願做緊額繳簽 可是他臨時又要用錢 那貸款算一算 其實他會覺得他第三年 也繳不出來了 所以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大家要考量一下 自己存儲蓄錢 未來能不能 譬如說六年或十年或二十年 我能不能一直繼續放著 而且儲蓄錢其實他是安全 那如果他要達到 比定存好的狀況下的話 其實放越久越好 對 真的是放越久越好 所以其實我建議大家 可以考量一下自身的規劃 講來講去我們還是要想到未來 這時候下一題就很重要了 未來就是孩子一出生 保險就把他買好 買滿 然後一生就沒有煩惱 對 還錯 全部都是錯 妳是偷瞄到他們錯的 因為剛剛是中生到五年 要更新嗎 對 那就不能一次買好 買滿 有學到耶 反應很快 答案都是這樣子嘛 是不是就是要更新 我有一點其他想法 除了是這樣以外 再來就是我覺得 當然現在還沒有小孩 假如有小孩的話 我會認為我 我只會幫他先買的 可能一個醫療險 我覺得小孩需要這個 剩下你說儲蓄 或是什麼什麼的一大堆險 我覺得那也要讓他自己去成長 自己去學習 有些儲蓄險 因為他的並不是保險 可是其他的 對 而且你說如果 我一開始說 我幫他捶一堆錢以後 他很好用 就如果跟爸爸一樣 愛交女朋友那件事情 但是就是他這樣的話 我覺得他不會懂得 這個錢到底來得多不容易 對 我覺得還不如教他說 你以後每天就存10塊 他不會在租公裡面 你還看得到那個慢慢成長 我補充一下 我想法比較不一樣 就是很多爸爸媽媽 就是小孩子一出生 就很急著要給他 但其實滿滿的愛跟滿滿的寶藏 滿滿的寶藏 不見得是當下應該要做的決定 我的意思是 因為台灣人很奇怪 就是真的買寶藏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是 大人的寶藏 遠比小孩子的寶藏來的重要 對 因為萬一大人出事的話 那你可以有一筆理賠金嘛 那這個理賠金才可以讓你的小孩 是安全無餘 然後沒有財務的後顧之憂的 一個情況之下長大 其實是不是有法令說 孩子不能買超過多少的寶藏 對 兩百萬 壽險 壽險 深顧的壽險 對啊 這個也是一個保護 就是你不能拿孩子 道德風險 對 道德風險 對 那接下來我想問問看 我們台灣人 目前最多人 買的保險 你覺得有哪些 有醫療險 瘦險 重大疾病險 癌症險 意外險 殘腐險 殘廢險 儲蓄險 等一下 我一看到這個 我就不太懂 殘腐險跟殘廢險 有什麼不一樣 殘腐險就是 每個月按月給付的 它可能出事之前會給你一個 每家保險公司的 那個理賠的內容不一樣 有些是按月給付 我每個月可能固定給你一個金額 然後看賠幾個月 有些看殘廢的等級 那應該說這個月開始 我們通通叫失能 未來醫院保單品牌已經改了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以後沒有這個殘廢的名詞 通通叫做失能 失能險 那失能險來說它有1到11等級 就是按意外的1到11 有些是因為疾病造成的 那有些保險公司的理賠 它會是每個月給付的 那有些像殘廢的話 它可能就是 我發生第幾級殘 就是說第幾級的失能 我未來就 我就直接給你一筆 沒有按月給付 所以其實有點不大一樣 殘腐所謂的腐 就是我扶助 那個扶助你生活 每個月的一個生活的費用 對 所以其實會有一點內容也不大一樣 那個保險的一個保費也不大一樣 好 那一眼望過去 我們請大家都貼了最熱賣的 我們發現最熱賣的是 醫療險 醫療險 來 為什麼醫療險這麼多人買 Winnie 醫療險 其實我講一個很白的 就是剛剛很多大家都講 醫療險小孩子出生就要買 然後或者是爸媽也要買 其實我覺得像我們很多人 就是出社會 像我自己出社會 第一張保單就是醫療險 為什麼 因為回到最源頭的觀念是 我是不是開始出社會 我要賺錢嘛 那萬一我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可能短折 我住院要五天 一般的生病 那可能我不小心剛剛有些案例 譬如說我住院兩個月 這邊兩位來賓都有講 那我可能兩個月我沒有收入 沒有工作 這個時候我怎麼辦 那我還要付醫療費用 現在健保 其實健保 現在給付的項目 其實沒有那麼足夠 醫療險的補足呢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補足我 第一個是健保不足 第二個是萬一我沒有辦法 上班工作的時候 我還有一筆錢 可以來支付我的醫藥 醫療費用 對 所以我覺得醫療險是很必備的 好 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另外挑了兩個對不對 你還認為殘服跟受險 我講一下殘服好了 殘服其實這 為什麼我會覺得越來越重要 其實我早期在做保險的時候 十幾年前 我們也不覺得殘服有多重要 可是這幾年 我覺得非常重要 是因為身邊 包括我一些客戶 有發生一些案例 大家還記得兩年前 微觀大樓的例子吧 對 那時候我們在台南那個地區 我們有一些客戶可能就是 其中有一個客戶 有一個客戶40多歲 不到50歲 那時候是買了我們家的一個保單 那時候他就是來理賠 當下呢 其實他當初的理賠 每個月的金額呢 因為他是五級餐 他是腳的部分皆知 所以第一個他老婆來 來跟我們業務說的時候 說怎麼辦 我老公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到底有什麼險可以來理賠 我非常多客戶 就是不生小孩 然後就養了貓貓狗狗 然後就說這是我的毛小孩 就問我說 所以我小孩要保險啊 那這幾年還真的出了 我突然又問他你用嗎 就是我覺得說 買保險是那種處理的 他說我覺得不會 不過我在就是 電話推銷中就買了兩張 電話推銷 電話推銷你就買了喔 因為我 腦脫弱 所以在某些狀況下 聽到那個關鍵字之後 我就很容易就是 欸 因為他是五級殘 他是腳的部分皆知 所以第一個他老婆來 來跟我們業務說的時候 說怎麼辦 我老公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到底有什麼險可以來 來理賠 那麼如果幫他算一算 他五級殘 我可以給他 賠50個月的一個殘服的狀況 每個月賠他5萬多塊 5萬多塊的一個保... 那個殘服金 那這個時候其實到現在還在理賠 當下其實我們頓時發現 這個時候我沒有工作 然後我又發生了事情 然後我可能銀行的投資 印象很深刻 他那時候在銀行投資中國的基金 那個時候大跌 跌了20%有 所以其實那時候 他老婆就是有跟我們聊這一塊說 還好他有買這個險 補足了第一個房子倒了 我每個月是不是還有繳房貸 第二件事情是我沒有辦法工作 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 如果我真的是 那個殘費等級要截支的狀況 我maybe我的復原期是3到4年 這段時間我沒辦法工作的 所以透過這個殘服險 是不是有幫助這個家庭 解決他的經濟問題 所以其實在他的基金那塊 我暫時不能贖回 因為我賠了20%有 對 要等嘛 對 那其實現在這些 這兩年過去的 他的基金其實也回來蠻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也補貼到他的生活 就是經濟上的一個方式 就是所以我覺得殘服險非常好 那妳還挑了壽險 壽險這塊的話也是這麼多年 我們幫客戶做一個規劃的時候 當然也要看每個客戶的一個 人生風險的一個規劃 因為有些人可能我剛出社會 我沒有小孩沒有房屋貸款 好像壽險也不需要這麼多 對 很多人都覺得壽險 我走就走 那我要講一個概念是 其實30歲到40歲的人 因為我蠻多客戶做這樣子的規劃 是30歲到40歲的人 我是不是結婚 生子 有小孩 萬一這個家庭經濟支柱 不在的時候 它是不是發生了功能 所以其實我覺得壽險很重要 第三 我選他是第三 前三名是因為我覺得要看 每個人的人生風險 家庭的一個規劃 所以壽險是不是要放在家裡 比較重要的經濟支柱 我覺得是 主要經濟來源者 因為其實包含了 我們也看了很多 可能客戶有一些房貸 其實我們在去年 也有一些客戶的例子是 他房貸大概還有將近一千萬 可是人走了 這時候他老婆其實壓力很大 面臨到他可能要賣房子 而且那可能他們唯一的家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一塊的補充 然後甚至現在市面上 有一些便宜的壽險是 像我舉例好了房貸壽險 它也是一個補充的考量 它可能價格比一般的壽險 更便宜 所以我覺得市面上 保險公司這麼多 商品這麼多 我覺得大家在去選商品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做比較 真的 講到這邊我就很想問 因為文藝看起來是 很天真可愛的買保險的人 但是你投了 你都沒有投 我這邊的話我是醫療意外 還有呢 我選儲蓄鞋 你買了儲蓄鞋 因為我自己啦 我自己 但是我剛剛就是很認同 就是專家說 就是其實長照也算是壽險嘛 算殘服 算殘服 有點偏殘服 偏殘服 因為我今年才剛剛買了這個鞋 然後很多人都聽了 都想說你才幾歲都買長照 對啊 才幾歲一定都買長照 可是我就聊一聊之後 我覺得一來爸媽退休了 那其實我的家裡老大 然後我工作又到處跑 到處去 國外旅遊什麼到處跑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你幹嘛就是 覺得說買保險是那種 處理還是什麼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這種就是 你就不要這麼想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真的讓爸媽 可以更安心的一個保障 所以要我的話我會這樣選擇 這樣買保險還滿合理 不過我還是比較想問說 最近推出這麼多新的商品 有沒有一些是我們觀眾可能不知道 但是蠻重要的鞋 我這邊賣過一個 大家有聽過寵物鞋 有 寵物鞋 這個我聽過 寵物鞋 因為其實寵物鞋 因為現在小子化 然後很多人就是 我非常多客戶就是不生小孩 然後就養了貓貓狗狗 然後就說這是我的毛小孩 就問我說我小孩要保險 那其實在很早以前 只有寵物的傷障 就是殯葬也有做傷障 那可是都沒有出保險 為什麼 因為怕道德風險 我把自己的這些可能 流浪貓 流浪狗拿出來就 對 那這幾年還真的出了寵物鞋 所以那些寵物鞋就是 包括他的住院 傷障 或者是說我自己 我是市主嘛 我要出去長期旅遊的時候 我寄數 寄數也有住 那個幾天也有一個理賠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鞋 那時候一推的時候 我還滿多同事就買了 對 那市場上有好幾家都有出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做比較 然後身為一個國家合格的獸醫師 我要告訴大家 看動物喔 你的毛小孩比人還貴 對 很貴 例如說你現在感冒 你要我們去健保 可能繳個課費 150 200 200了不起對不對 你狗狗進到動物院 沒有1000 2000是走不出來 真的非常貴 所以這真的需要保險 對 需要我自己家以前貓 隨便住個院都上萬的 對 真的很貴 所以很貴 那文燕有沒有聽過很奇怪的鞋 比較特別的是有遇到 高爾夫球一竿進洞鞋 這個我知道 有打高爾夫球才知道 你不小心要是一竿進洞 你要請全球場的人吃飯 建則有份 對 建則有份 所以一次請下來的費用 可能就十幾萬 二十幾萬 所以有人有保這個鞋 那要去哪裡買啊 其實有些 殘險公司是有 從一竿進洞 沒有 其實有幾家殘險公司有在賣 它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除了保一竿進洞以外 它有保你不小心打壞別人的東西 或打壞別人的物品 都可以去理配 主要是一竿進洞的爽度 很喜歡就是要請客 當然它不會賠到那麼多十幾萬 你就賠一個訂額給你去請客 剩下的東西不足 可是你感受是好的 不過我想問惟宜 現在既然險種這麼多 又變來變去的 那你在過去買保險的時候 有沒有買過比較奇怪的保險 我是個腦波很弱的人 我很不會拒絕別人 所以我在電話推銷中 就買了兩張 電話推銷你就買了 兩個東西要投是不是 這位腦波很弱 很好睡 這位腦波很弱 但是我當下是有一定的狀況的 因為我腦波弱 所以在某些狀況下 聽到那個關鍵字之後 我就很容易就說 什麼關鍵字 譬如說 他第一個那時候跟我說 你這個保險 你其實每個月 你只要繳大概600塊 你每個月才600塊還好啊 你吃一餐有時候就不值了 對啊 一年7000塊嘛 以你的收入來說很OK 我來賺算下來 對我有朋友罵就說 你知道你一年繳多少錢嗎 是 那我想對 一年下來其實就是真的不小 然後還有另外兩張 一張600多一張700多 而且前後才隔了一個 多月兩個月我連買兩張 好 這是一個 再來就是這裡面有講到一個關鍵說 你知道買這個東西 你買它去之後 你可以讓你的一等輕都同時保進來 你看一個月才600多塊 然後一等輕都進來 這個對我來說其實我很吃這個 一人保全家保 怎麼這麼好 對 然後就爸媽這樣都可以保了 就是意外啊那種的 然後我就也保了 然後再來另外我剛剛說 我很不會拒絕嘛 那這個兩個我要解釋一下 當下有一個特殊狀況 我都在打球 我那時候都在籃球場上 那打一打一打突然電話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接起來不知道什麼 然後接起來之後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拒 不好拒絕別人 然後別人一直講講 好 聽一聽 剛好還有講出這兩個 我覺得我很吃的那個關鍵字之後 那我又很想趕快回球場上 所以我聽聽說 好 可以 好 買 好 就買 狀態才知道 對 好 聽到這邊 我們其實節目 我們製作單位做一個功課 他三句話就中兩句 我們看一下 所以讓你腦波弱的三句話 第一句 日省一杯咖啡錢 即可有全面性的保障 對 你第一個就是說 反正才幾百塊 你還 對 然後第二個 藝人頭寶全家有保 要記得 你們很容易在電話裡面聽到這個 再第三個 保單借款比去銀行還要划算 你應該還沒有聽到這個 這個還好 不過第三個有時候也會覺得說 搞不好可以買個風險 比去銀行借款還要划算 我覺得有個問題是 我當時對於這個 因為我腦波太弱 我真的沒有聽太清楚 所以我後來回想 仔細回想之後 自己有想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其實我這邊常遇到就是說 客戶只要聽到兩句話 要奔飽時 捐告利率很高 他可能就 一馬就是抱著錢來買 因為聽到高利息 就把錢撒起來這樣存進去 當到時候要做減了僥倖或解決的時候 其實吃虧的還是自己 真的 自己有想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像我平常保險 然後我都是跟我朋友業務員保 所以我知道一有問題 我直接對誰 對 這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到時候如果遇到的話 我該怎麼找人 對啊 其實我買保險 都要看到人 我也是這樣 起碼有個人可以信任 然後我有問題可以打電話問他 那時候我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我當時可能也沒有聽太清楚 所以那個時候他一開始本來跟我說 電話中是說 這個是一年一保 對 所以他說時間到的時候會 主動打來問說 去要不要續保 所以他如果我沒有講什麼 他也不會自動續 結果我後來發現他會 他自動續 其實這都是行銷上面 大部分都會自動續 但他就是如果今天我發生 理賠的狀況的話 我不見得會讓我的客戶 再繼續續保下一年 因為是投資報所欲的問題 對 就像我們買車險 車險我是不是理賠了以後 第二年保費可能就會貴 對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對 這樣 所以這邊我就要幫唯一 問一下兩位 我們一般人腦波弱 電話中還可以抗拒一下 如果看到人 可能腦波就真的很弱了 那有沒有什麼 我們一般觀眾在買保險之前 我們要先有一點觀念進來 幫我們腦波強化一點的 有沒有經常會被什麼 一種話術也好或是說法也好 然後一下就被擊倒 然後才跟著傻傻的買 有沒有哪些 妳可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這邊常遇到就是說 客戶只要聽到兩句話 包本保息 然後那個 宣告利率很高多少多少 他可能就立馬就是抱著錢來買 但是我覺得要提醒大家一下 這種東西其實有沒有保本保息 其實大部分的儲蓄險其實是有的 但是宣告利率很高很高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因為我相信現在公開資訊都很發達 那如果說大家在投保 這類型的商品的時候 可以到網路上去查一下 因為網路上有很多公開資訊 別人做好 別的專家做好的一些Excel 就是工具你可以做使用 把你的每年的金額Key進去 然後要花多 要存多久 這些宣告 他他的宣告利率是多少 他會有個試算表 算出來實際上回推 他一年的利息是多少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不要被那種 宣告利率多高多高給騙了 所以還是要精算一下 對 這我覺得還是要精算 但是他好不好 他還是有保本保息 那文彥呢 我們比較常遇到朋友在講 他們說聽到有業務人 去跟他分享 優惠存款 對 他就會跟我朋友 但是這個不是公教人員的優惠存款 不是 就是說你可能放在這邊 錢的利息會比銀行多 那剛剛Winnie講的很多了 那我就簡短說 就可能我們在買這個優惠存款 很吸引你 可是要先衡量自己 未來有沒有用到這筆錢 那因為聽到高利息 就把錢傻傻這樣存進去 當到時候要做減了僥薪或解約的時候 其實吃虧的還是自己 真的 那節目最後就要來問一下我們專家艷莉人 現在話數很多 各種電話推銷的 趁你在忙的 什麼方式都有 肥羊 真的 各位保險經紀人趕快打給他 不要再打他 那如果你在面對保險經紀人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方法呢 有啊 當然有 如果說像我們文映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在打球 或者是你在上班在走路 然後你又腦波很弱的人呢 我就建議你 你就直接跟他說不好意思我在忙 你可能呢 明天或者是後天再打電話過來 其實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推銷的 就是拒絕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說就是是好朋友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錄完營啦 待會兒跟文映啊 或是Winnie啊 這個交換的名片啊 他們一個禮拜之後就會打電話給我 問我有沒有什麼保單的需求呢 那這個時候 你現在是在打預防針嗎 對 開玩笑 那這個時候呢 可能就是約 可能會再約見面嘛 那他可能會跟我介紹一些 一些產品 那這個產品呢 坦白說每家商品的內容不太一樣 那到底適不適合我 我覺得我有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就是呢 Winnie他推薦給我的商品 我就會請文映 或者是我現在的保險經驗人 再加上其他家保險經驗人 至少三個以上 請他們幫我看一下 那其實呢 Winnie就是說 推薦給我的那個人 推薦給我的那個保單 它不見得適合我 或者它一定有什麼缺點 那競爭同業呢 一定會提醒我們 一定會告訴我們嘛 那當我們把這個商品的優點 缺點全部都了解之後 你再自己做判斷 到底要不要買 那如果說不買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維持很好的關係 真的 這是好方法 就連醫療上面 有時候你去看了醫生 他給了一個診斷 醫療裡面專有 就是我們在看病的時候 會教病人說 你要去剝取的第二回合 就是第二意見 就是你這家醫院看 好像給你一個診斷 你要去第二家再看第二次 確定這兩個醫生的角度 跟診斷是一樣的 你才來做決定 所以看來保險 你看即使你去看醫生 這麼專業的事情 都要做這件事情 保險當然也要做 對 特別是因為產品真的很多 每一家都有一些 美美咖咖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就是貨比三家 同時提醒大家就是 我們今天不管 買了任何一家的一個保單 其實你都有七天的神月期 因為我們常常都會因為 威妮好美喔 好有氣質 好客氣 人好Nice喔 我就趕快簽名 可是回到家就發現 那這個時候過幾天 你再這個去跟對方說 我不需要這樣的一個產品 其實也OK啦 對 所以今天有沒有學很多 其實今天真的學很多 就是回家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對自己的生活跟保單 做見解 沒錯 沒錯 其實保險就是 除了過去的經驗買一個新鞍 其實最重要就是你為你的未來 做一個很好的保障的規劃 我相信今天非常謝謝各位來賓 來到這邊跟我們分享 這麼多有關保險相關的知識 這一集大家看完 是不是成長很多呢 好 我們三次卡卡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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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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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